7月8日上午,浙江新安江水库开启九孔泄洪 记者从杭州建德市官方获悉 当地8个乡镇共30万人受到泄洪影响 当天记者来到杭州建德实地探访当地受灾情况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远处有那个消防 他们在用车子已经在往外抽水了 把水重新排到清安江里面 这个是二单元的门口 对然后他这边已经都淹满水了 已经看不到台阶了 然后这边是下面那一层 这个雨棚的下面这一层是储藏室 然后就是放杂物的地方已经全部淹满了 然后它从这个空调上面的这一层 才是这栋房子的一楼 然后从我这边可以看到 水是已经全部倒灌进来了 在当地,记者遇到了正准备撤离的市民佟立军 他对记者说,自己已经在这个小区住了20多年 因担心家中被淹,所以回来看看 马上又要回到安置点中 我们昨天就接到同时 昨天什么时候 昨天大概是两点多钟 两点多钟的话是放出口楼 然后的话基本上要是说明天要放几个口楼 这里要全部测 我们这里八点半都要测出去的 已经要测出去了 八点半必须要测出去的 这个东西搬出来吗 这个东西往上垫 在建德做了十余年服装生意的钱小英告诉记者 自己第一次遭遇这样的事情 现在已经将自己店内商品进行转移 我在这里住生意 我开那个店就十多年了 我第一次看到满的这么很冷了 我昨天早上过来开门的时候 它已经到一楼了 一楼的窗壳了 已经淹掉了 然后今天早上 我来开门的时候 就满上了一大半多了 到二楼的窗壳了 就是说满的比较厉害 根据浙江气象预报 未来数日内 建德市及西南江上游地区 天气仍以阴雨天为主 其中7-10号 黄山市降雨量预计160-200毫米 淳安150-200毫米 建德140-180毫米 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